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现在请听新闻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所为您进行的整点新闻 我是又凤 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气温在55到69度 明天请有云 气温在50到66度 星期天母亲节早上有雨 气温在46到51度 目前纽约户外的温度在59度 实际体温感57度 我们来关心股市情况 目前道琼下跌了104.60点 在25723.76点 纳斯达克跌40.31点 在7867.69点 SP500指数跌14.90点 在2855.82点 接下来为您播报整点新闻 华府今天已经如期调高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税率 在关税生效将近数小时之后 总统川普上维特推文表示 既然已经加征关税 和中国的贸易谈判自然没有必要着急 川普推文说到 和中国的贸易谈判依然良好的持续进行中 根本没有必要着急 既然现在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和服务 已经被额外征收25%关税 这批可观的账款将会直接到美国财政部 川普在推文中强调 关税将令美国更加强大 而不是更弱 同时中国不应当在最后时刻反悔 重新与美国谈判 这不是欧巴马政府的时代 让中国为所欲为 川普还敦促美国厂商 在美国制造产品 因为这样没有关税 会谈将在今天会继续 美国今天已经正式的提高了 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表态将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对此有分析说 北京可在关税领域还击 也可能透过非关税手段 对美国采取限美令 北京目前为止尚未宣布将采取的反制措施 但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等各方舆论 已经提出相关可能的做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 北京希望川普政府 在双方贸易纠纷问题上面 能相向而行 耿爽不愿说明 针对美国加征关税 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 只是要求继续关注商务部发言人 当天的相关谈话 另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昨天一致投票 反对中国移动向美国 提供电信服务的申请 同时表示正在审查另外两家中国电信公司 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所持有的类似批准 该委员表示拒绝的理由是 中国政府可能利用这一批准 对美国政府进行间谍活动 美籍华裔姐弟辛斯亚刘和 Victor多刘 去年六月 从美国前往中国探望病重的祖母 结果被中国政府限制出境 并拿两人当作诱饵 使他们被通缉的父亲 能够回到中国 作为人职 两姐弟有家归不得 因此拍了视频求救 希望华府本周与中国高层官员 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能替他们求情 刘家两姐弟的父亲 刘长明是中国百大通缉要犯之一 他在担任交通银行 广州分行行长的时候 涉入高达14亿美元放款的炸弃案 在07年逃离中国 两姐弟的律师表示 辛斯亚和维克多 坚称他们早就已经与父亲失联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利用他们当诱饵 迫使他们的父亲回国 美国一名高中生一个多月前 因为宗教理由拒绝施打水痘疫苗 而遭到停学 为此他怒告卫生局 妨碍宗教自由 让疫苗接种豁免的议题成为焦点 但是现在他却罹患了水痘 然而他并不后悔这个决定 声称他们不希望因为接种疫苗 而背叛宗教 还宣称疫苗来自合法流产的胎儿细胞 那是有罪的 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秋温在55到70度 明天晴有云 整点新闻由又峰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哇哦 你手上的钻石戒指 好亮好漂亮哦 造型又新潮 一定很贵吧 不贵 这是在有德珠宝买的 他们的品质啊 有保证 都有GIA证书 有德珠宝是专业珠宝商家 在社区经营多年 专营钻石 特别定制设计 买卖黄金 开金 翡翠手卓 翡翠饰品 百件等等 应有尽有 他们七天营业 欢迎来店里参观选购 有德珠宝地址在 135-08号罗斯福路 法拉圣 电话718-886-3050 886-3050 有德珠宝 安康林大药房 是皇后区法拉圣最大连锁药房 安康林大药房 是您全家健康的供应站 安康林大药房 有中央电脑连线配药系统 接受政府保险红蓝白卡和大部分私人保险 安康林大药房交通便利 提供申请各类医疗服务器材 提供地保公证 七年汇款 代收电费 电话费等服务 安康林大药房由专业药剂师配药亲切的服务态度 是您全家健康的守护者 服务电话 1800-316-0366 1800-316-0366 安康林大药房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 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 肢体碰触 或是强迫的性行为 这可能是性骚扰 或是性侵 请跟立心联络 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 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 并且共同商议 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 877-990-8595 纽约立心 我要买房子咯 真棒 买房子可是大事 贷款尤其要谨慎 一个好的贷款公司很重要的 放心 我都打听了 新美贷款银行 有25年的历史 它和一般的贷款中间代理人 是不一样的 新美贷款银行 是贷款银行 有自己的贷款资金 和贷款代理人资格 可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和状况 做最好 最有利的选择 新美贷款银行 是您最佳的选择 新美贷款银行 联络电话 718-888-0828 718-888-0828 地址是在法拉盛 优年史最 3808号 13楼 CD座 Licensed Mortgage Banks By New York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你怎么越来越年轻 越漂亮了 我去赵医生那里 做了一些诊断 发脸上的照纹 太深的法令纹 还有下巴的坠肉 都去掉了 不用大动干戈 没有后遗症 用又快又新的医疗科学 再生医学干细胞的方法 让你又美又年轻 不过你得找对医生 还可以让男士脱离不头 女士远离掉发 和头发稀疏的恐惧 更可以恢复男女的性功能 找对医生就来 自然医学康复中心 早在中医师 联络电话718-461-1365 718-461-1365 地址法拉盛 可西纳大道42-65号 焦点焦点 肯哥援引美国梦 本节目是由肯维培训中心提供 肯哥周克主讲 男力制作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来到了我们焦点焦点的节目 今天呢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做我对面的是巨男美女 而且呢 是非常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肯哥你好 Good morning 我是肯维培训的肯哥 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第二次来就很专业了 声音好听 然后讲得非常的溜 真的非常好 介绍一下我们旁边的美女 今天呢 我们的topic是关于 就是海关曝光的这样一个主题 今天是也很臭强 就是今天那个我们的王赫副总理 还还在跟那个我们美国的 贸易署的几个人在谈谈判 所以我们今天的topic刚刚是关于这个关税 曝光方面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特意请了我们 我们的一位同学 也是非常资深的海关曝光师 他有七年的经验 美国海关认证的曝光师来谈一谈 我们Zoey Zoey温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Zoey 对 对 我在这个行业 Zoey是不是 Z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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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听起来这个名字也很特殊 人也很特殊 刚刚这个肯哥介绍你说 你是很资深的 报官的 很有经验的 但是我头心就想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很资深呢 对 但是这个我相信一定是做了有一段时间了 应该是成效也蛮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中美的贸易谈判 我们知道关税形成10% 增加到了25% 我们就想要了解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征服 对两国的影响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以你专业的角度 来跟我们谈谈 那当然我们大家也很希望了解一下 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嘉宾 等一会儿 我们先卖个关子 一会儿再来仔细介绍好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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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共谈谈这个增加25% 到底是对我们中国或是美国 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就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25%的增幅 它是在那个出产价 比如说是那个就是FOB的情况下 它增幅了从10%增到25% 这算蛮大的增幅 对算是蛮大的增幅 是 所以这个的话也会有相对一点的 就是有一些的影响 但是说大幅度的影响呢 现在还没有很明朗 所以就是一般很多人就会说 如果增幅了呢 那中国会怎么来应对这个方 应对这个增幅这一方面 是啊 然后可能有些工厂就会搬到东南亚 这是一个办法 对 这可能是一个办法 是 对 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增幅呢 它不是在售价方面增幅25% 它就是出产价这一方面增幅25% 所以这个就好像说 我们在平时我们的衣服 平时我们的衣服 在美食里面买的衣服 一个西装 比方300块钱 很可能它的成本价只有20块钱 所以这个25%的增幅 是在20块钱的基础上面 是 而且我认为我们是不是说 那个原来这个关税的税率 可能已经就是10%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是的 对 对 它原先的 因为它这个增幅的 它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产品 都在增幅25% 它只是说某类产品 就是它有一个list 是 对 海关有一个清单 就是说这些产品是增幅 从10%到25% 是 对 所以这个增幅 虽然听起来好像挺吓人的 但是如果说用原价来增的话 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严重 对 因为某类产品 比如说我们说奢侈品行业 是 它其实的利润是远远超过于这25% 它们可能是在原定价钱的基础上 比如说6倍到10倍的售价 是 对 哇 奢侈品是这么大的利润 对对 刚才我提到 我们提到就是说那个清单是叫301 list 对 section 301 list 它是叫list 3 对 什么意思 就是说就一些产品 那就是比如说美国海关 它比如说在这一 就是一些产品 在一些在那个清单上面的产品 才是有增幅25% 它不是针对所有的产品 是 对某些行业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增幅可能是 比如说像奢侈品啊 这一类的会 会肯定会增25% 这个要看清单 不是所有奢侈品 要看清单 那它的比例高不高 就是说中国所有的产品里面 50%都有增呢 还是20%或是7%80%呢 这个呢 我们是要根据那个清单 具体清单 是 对 因为毕竟产品特别特别多 对 基本上就现在的这个他们的说法 是 现在说法的话呢 它是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都已经cover住了 是 都会有那个 25%的一个增幅 但这个 以税率 他们进口 进口商 就是我们有一点是进口商来交这个税 这个 这个就是不是中国的产家来交这个税 这个是进口商 进口商交这个税 说是美国的进口商来交这个税 是的 那它真的半天等于增到美国的公司吗 是 实际上在短期之内是我们的老百姓的成本 这个消费成本上去了 那这个进口商真的25%的税 它其实最后最后的税 税额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是进口的话 它税是有分 因为它有空运跟海运 然后税是从产品的价格 就是进口的价格 然后成为海关的那个税率 然后得出的一个 就是我们最后的那个税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merchandise processing fee 所以说就是这两个加起来的费用 对 如果是海运的话 它还会有个那个harbour maintenance fee 对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些听众 他们想说 我想知道这个我这个产品的税率 比如说是想想查一查的话 他比如说他们怎么样可以查得到 他的产品的一个税率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呢 我们有我们用的一本书呢 就是HTS Code 就是比较就是美国的一个海关税税的一个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在网上是很容易可以查得到的 在网上就可以查 对 在网上是可以查得到的 但是呢 他的描述呢 就是比较官方 就是用他用的那个语言呢 就是相当就是比较official 所以一般人可能就是直接很直面的读 就是读不了 就是对 看不懂 对 可能看不懂 就要找就是专业的曝光师来帮他们解读这一方面 是 所以这个也是专业嘛 每一行都有一个专业 对 那假如说今天我原本这个是100块钱进来的 所有都算了 那现在可能这样 像你刚刚讲的加了这个税那个税 然后又增加 那大概会增加多少呢 如果说是本来100块的 可不可能增加到120块130块 这个比例 目前的话 就是如果是在那个第三清单上面的产品呢 他原先的话 他的税率是10% 是 那就是如果是100块 那就是10% 那现在涨幅到25% 就多了15% 对 是这样 本来是110的 现在125就这样 是不是 对的 对 但可能卖价上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我们刚才就是有一个观点上面 就是像一些特别一些进口商 像Masis Targy 如果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奢侈品 他们的利润的margin那是很大的 我们是刚才我们也讲了差不多是六倍七倍这样上去的 所以你这个25%对整个六倍七倍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的 那对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大的 对消费者是不是真的会影响蛮大他们会把这个像Masis如果他们进了那如果你增加了对他们来讲是增加了15%对不对 那么他会把这个算在这个销售价上也就是说有买的人来承担这个价钱 对的 他不会说我自己吸收了我赚本来六倍七倍的我先少赚一点不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一个business decision 是啊 就是他这个这个Masis可能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们说这个电商冲击影响 Masis都活不下来了 你要再涨价的话是不是客户的这个心理会会有这种影响呢 是吧 对 那有可能Masis他就自己把这个有可能 吸收掉 或吸收一部分对不对 我涨那么一点或者是完全吸收 因为他的利润蛮高的嘛 对 也有这样可能 但是也有的可能利润比较低的或者有什么自己公司的负担比较重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来吸收了 而且还有一点哦 Zoya就是说他整个你知道整个链条当中啊 在整个就是整个物流的成本里面 我们当然是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报关税的这个成本 是 我们还有这个卡车运输成本 对 是吧 还有这个海运空运的成本 是不是 对 然后还有你刚才所说的这个MP啊 这个这个merchandising processing fee 这些是没有变化的 对 这些是没有变化的 对 所以所以呢 还是关键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这些这个变化还是由进口商来付的 而不是由这个工厂来付的 你在短期之内 进口商他也不可能在 另外一个国家找到一个替代中国的这样一个厂家的这样一个 是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对生意的人啊 就由进口商来讲啊 我觉得对他们的打击是应该是蛮大的 嗯 对 就是有一部分啊 对对 就是看他们怎么来调整这个 嗯 每个公司有自己的一个战略 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应对方式 我想问一下昨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你的电话是不是有没有被打爆呢 嗯 只要是现在 就是我们公司呢 就是比较少的货是从中国出来的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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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很小一部分 但是这个呢 我们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决策 我们也是会通知所有进口商 所以这方面 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清单 告诉他们说 这一方面 那涉及到这一方面 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从中国出来的产品 那他他有个涨幅 所以你就是我们会让他们有个提前知道的这个权利 是你们是不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 其实川普总统很早就说了啊 我要增加到25% 从10号开始 对不对啊 那你们是不是之前就有心理准备了 该怎么应对 嗯 之前是有有这方面的消息 但是没有海关批文出来的话 我们是嗯 不不还没有正式落实下来呢 是 那我们也没有说 呃要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不确定的消息 那昨天是真的海关批文出来了 这么快啊 他们动作很快 早就准备好了 对 嗯 那么这样子一批文下来 虽然你们现中国的这个进口不多 但是还是有哦 有 那会不会像肯哥刚刚讲的是真的比较忙了 嗯 比较忙 对 你的业务就是要增加 要跟客户说明啊 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有很多疑惑呀 对对对 这个肯定是要的 要解答这一方面的 对 是 那么你说中国的这个进口不多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中国的 为什么中国的进口不多呢 哦 不是不是 可能有个误解哈 我的公司就是我们公司所做的产品呢 是比较针对于就是我们公司是做那个钻石 还有做go jewelry 就是我们公司是比较装的一个公司 那对于普通大众的曝光公司 他他很多货还是会很多是从中国来的 是 对 这个我要补充一下就是他们的曝光行呢 就是就是他们他们这个曝光行 这个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偷了这个曝光的名字 是是 当然当然要保护 他们做的这个都是一些高档的一些产品的进口 所以就是很多高档产品肯定不是从中国出来了 是 从其他地方出来 但中国也是有 也是有一些 但是他并不是很专精在这方面 对不对 对 只装在那个高档一些产品的一些进口 是是是 对 就是我最近也接触了一一一票货是从中国进来的 然后他是他的产品是就是金块 哦 金块 然后就是涨幅的话就这票货的税 我我打进去的话那时候还不是5月10号哦 那打进去的税税率是呃 我报出来的税是呃145万就单单关税哦 哇哦 对嗯哼 如果是涨幅到25%那他可他的征税是就到250万一票货 好恐怖 好恐怖哦 真厉害的哦 哦好厉害哦 对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是那他我们说是这个那他是时间点是今天中午开始 是吧 今天中午12点钟就是把这个关税税率调到25%是吧 那就是哪些产品也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哪些产品啊 就是说是今天到的产品要征收25%呢 还是说是今天离开中国港口的这些产品要加25% 那这个界限是在哪里的 我想应该是到吧 是离港 离港啊 是离港 就是从中国大陆离港开始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就是中国今天也就中今天中午呃 离开中国之后的所有产品将符合15%的这样一个关税率 是从今天中午12点离开那个地方开始算哦 对 是 因为之前就是有一个误解觉得是到达 我也是这样感觉 对 是 这个我们都要看批文 对 要看批文 对 这个看个人的运气了 有的时候 是不是 有的稍微早一点 对不对 那但是临时可能很难改变了 这个也说不定 我们说我们说我们的总统的政策都是 随时在变 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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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是 这个很难说的 就是看他的这个脾气的 他今天喜欢他就改了 对 这样做起来下面的人做事就很累了 是不是 是 那么肯哥如果说是你的公司是进口商 你会怎么来应对 这个 说句老实话 我们最近也在跟我们老师 我之前昨天也跟我们麦克老师 他也是自己在开曝光函的 我们都在谈 都在谈这个问题 是 就真的是 现在真的是 在 真的是在 在看 我们大家 呃 我们 都觉得 美国和中国这两块都会弹拢了 我们都是预期比较好的 预期比较好 我们觉得都会可以弹拢的 我问了很多专家 他们都这么讲 但是结果还是涨了 涨的话呢 刚开始 那可能下个星期就谈好了 这个具体真的非常难说 但是 呃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预期都还是比较 比较好的 对 预期比较好的 就这符合两国人民的一些 就基本的利益 是吧 对 如果说是短暂的 应该大家不要那么惊恐 对不对啊 呃 不要惊恐 我们中国人都是这个 润颈很强 啊 百分之五 我觉得也是可以handle 也可以有方案 也可以解决 啊 所以这个怎么应对也很重要 这个临时的一些事情啊 对 我刚查了一下这个股市呢 昨天跌 前天跌 昨天好像小跌一点啊 前天跌的比较多 今天到现在为止跌了两百点 嗯 就是说大家的这种受到的打击的这个心态啊 还是有的 还是没有消除的 大家已经有这个预期了 是啊 就已经有预期的话 我觉得股市的话 它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反弹 是吧 或者太大的一个下跌 可能到现在为止跌了有五百多点了 对 说起来对股市可能股市都走到前头 所以对股市的影响 可能稍微大一点 它会先反应 反应过了 可是慢慢会好一点 是的 是的 股市最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叫做一个surprising 是 surprise right 他不想被surprised 如果他已经有预期的话 他就会 该跌的已经跌了 对 如果你要去买那个奢侈品啊 我们觉得是不是最近稍微等一等 可能一会儿就好了啊 你等一个一个礼拜一个月 可能价钱就不会那么高了 这一方面呢 就比如说像很多比较品牌公司 他本身就是每年都有个本身自身的涨幅 他其实关税这一方面是很小的一部分的影响 还有设计师 就是个人 就是换设计师啊 如果公司的内部调整啊 他们也会调整自己的一个价钱 对 好的 那么我们对这个现在涨的25%的关税啊 做了一个分析和探讨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点这个稳定 或是更加了解的这个知识啊 这个非常感谢你们谈到这方面 但是下面呢 我个人就非常好奇啊 我叫你小周吧 就说你在这边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下 去了这个公司来上班呢 这个公司 就目前在的这个公司 是我的第三家公司 哇哦 对 是 对 这个之前我是在那个 日本第二大物流公司 就是静铁集团上班 所以啊 也是在那边就是从事曝光 曝光员这个职业 是 然后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之后呢 就是也是啊 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然后就跳到了现在这个公司 是 对 你喜欢做这一行吗 做到现在为止觉得真的很愉快吗 嗯 这一行呢 就比较稳定 就是对于女生来说 因为她这 这是一个比较 朝九晚五 然后很稳定 它是你能看到自己在进步 在在上升 是 对 好的 我就一直在夸奖 CAN 就说你们学校怎么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啊 呃 是 你可以谈谈你记忆中 呃 这个小周是什么时候来你这边的 这个什么状况呢 其实我也其实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来 我们是看着的 可以真的是看着他一路成长起来的 你知道吗 就是刚开始 大学毕业啊 大学毕业 每个大学生刚毕业都是有一道弥漫期 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对对 然后呢就 找到我们 那是哪一年啊 差不多二零 一二一三 一二一三年的时候 一二一三年就 是 那个时候 然后呢 后来就找到了一份 就报官的这个工作 然后一边 一边就是说呢 是做曝光 一边就来我们这边上课 是 那然后就 我就看着他一路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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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啊 他这个成长不仅是支持这个专业的一个成长 也是他个人本身的一个成长 是 我记得就是 等他报官师就是后来考出来之后啊 考出来之后啊 那一期就是 拿了四个offer 这个offer 一下子有四家公司 给他这个offer 好 然后那那个时候呢 也这个我觉得说明两个问题 一方面问题就是说 这个市场啊 对报官师是有需求的 是 否则哪里有这么多offer呢 对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当然他本身就是这个有知志 有经验 很优秀 对 就当时他就 当时他的问题 他的肉依当时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到底要选择哪一家 后来他就和我们还聊了聊这个事情 到底选择哪一家 是 我觉得好像肯为这个 看你们起了一个就说 这个指标或指针的作用 对不对啊 就是让他们觉得可以依靠 可以来探讨 就是说把自己的迷惘给厘清楚 对 有时候就是确实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 你真的肉依 他很聪明的一个女士啊 那时候就进入了 马哈顿一家珠宝公司 做就是在做进出口贸易这一块 然后就是身边的朋友就说 哎 你在做进出口贸易 那你要不要了解一下爆关这个行业 是还是蛮有前景的 是 毕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工作 那我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对这个行业比较陌生 那就有翻翻一些报纸 然后对比了几家 然后就觉得肯为是就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学校 是 我觉得他蛮智慧的呀 是不是那么年轻就知道要先做一个比较 那来到肯为以后你的感触是什么 就是肯为对我帮助是很大的 是 就是不仅就是在上课这一方面 就是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指导 考试啊 老师就比较系统 因为你要就是我们曝光的那个书本 是很厚很厚的 就是如果你自己慢慢肯呢 真的是要花好多好多时间 是 但是呢肯为就是在短短四个月时间 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然后告诉你哎 怎样才能比较有效 就是更节约时间又很有效率的学习 是 对 因为如果说你要肯厚厚的一本书啊 自己肯厚会真的会让你很有挫折感 就是我要花多长的时间 对不对 还有就是他那本书就是不像我们平时看书 或者看小说 是真的是你要要就是有很好的调理性 是 对 然后我们就是会做label啊什么的 老师就是在这方面啊 给我们很多很多版主 是 然后我们那一届呢 我们那一届就是我们有六个人 然后我们就自己也就是加了个加了个群嘛 然后我们也在会群里面互相讨论 所以就是我们也算是就是有比较多的革命 就是像战友一样 就是老师会在一边教我们 然后又通过肯为认识了很多朋友 是 我觉得真的也听起来 让人家感觉到就说 真的你到了肯为好像就可以比较安心一点 比较心理肚定一点 是不是 你说的对 对 是这样 就刚才我觉得 我就不是说我们英文不好 不是说我们这个学法能力不强 嗯 嗯 那我觉得就是关键的一个是一个支持 是 关键的是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对 把这个书给念下来 把考试给通过 有专家的指导跟你自己去读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 是不是 很明显的差别 对 你就会比较有信心了 而且就可以做下去了 而且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去哪里可以问得到这个 对 这个是很关键的 是 那么这个Kan你看到了学生 现在还跳了三次 你就一直在选到更好的 更适合你的公司 因为每个公司的职位 是有一点点差别 然后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然后你在不断的成长 然后你就选择 就是更适合这个阶段的职位 是 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说你当选的时候 就是说行业是不是对你 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呢 是吧 但是你是原来做珠宝进口的 也做过珠宝进口 那是不是这是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个比较熟悉 然后我选择做这方面的进口报关 而且这个贸易 做进出口贸易 好像对 跟报关好像多少少 有点关联嘛 是不是 对的 就是做 报关其实就产业链的一个环节 那很多东西还是相关的 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说 报关 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 就是单一在做 我们有时候也会做一些 货带的工作 是 对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像塞白塞 就是互相配合 是 对 就是物流方面的 运输方面的一些工作 对 这些我们就是 我们行业里面就叫A to Z 你要从A做到Z 就是从头做到尾 就比如说海运这一方面 空运这一方面 然后曝光 清光光要安排卡车送货 是 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小小的休息一下 再继续 有时候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 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对 你变了败着的刻骨铭心 为什么没有发现 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 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 人力所当任何忘记 是谁风里雨里 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 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 那陪我领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 一尘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好幸运 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 你展开了双鱼 遇见你的注定 他会有多幸运 好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么多 我还是很有 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你本来在肯为来之前 你就是在海关报官行 已经在工作了 对不对 第一家公司来肯为之前 第一家公司是一家贸易公司 是 对 然后通过肯为 就是更多的了解到报官 那我后来就 就选择了一家报官公司 然后想着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你在肯为上课的时候 就转到报官公司 但是你还是需要拿到执照 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对 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执照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我们平时我们都讲说 执照就是我们的一个敲门砖 对 就是对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吧 就是因为你有了执照 那你进入这个行业 可能就别人就会更认可你 因为他觉得 因为你通过系统的学习 那你对专业的一些知识 就有更多的了解 是 对 这样你工作起来可能更顺手 是不是 对 有很大的帮助 是 好的 那么你现在好像跟你的学妹 或是学长都有联络 是的 就是都在这个行业里面 然后这个你就是这个行业 大家互相交流也特别多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大家说的税花改了吗 那我们私底下也会讨论一下 这个对你们现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对 互相也会交流一下 是 是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肯维在这方面 你 上次我们访问过 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 其实在对这一块来讲 就是如何的帮助这些人 真的是一个在我们法拉圣或华人社区 比较缺乏的当初 对 我觉得呢 其实啊 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 它的信息就是是泛滥的 是 就是其实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一样 所有的信息都是out there on the internet 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 就信息长出来 变成对我们有用的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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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呢 是 这是很关键 比如说曝光这一块啊 包括这个 曝光呢 他有曝光是这个执照很有意思的 他呢 是考这个执照 不需要任何的学历跟资历的要求 哦 是吗 对 你没有 没有这个学历资历都可以去考 啊 呃 但是呢 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是考试 那执照必须是美国公民 啊 是 对 他是他是他是这样子 然后比如说 特别适合就是来美国一段时间的 就是遇到瓶颈的一些 一些要转业 我们一些华人同胞们 是 比如说他他这个呃 又不想去上大学 是吧 他又想有一个专业的技能 这个技能可以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 呃 不断的这个 这个呃 这个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 所以所以这一块就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一个执照去拿到 然后就转型 啊 以前他们说有时候他们要转一份工作的话 可能都要花两年时间去念一个MBA 对 或者花两年时间念个Mass的Degree 嗯 啊 那对很多的华人来说这不现实 是 不现实 所以呢 我们我们也是就是发现啊 就是这个执照啊 就他是真的可以帮助很多人 啊 帮助很多人 就是而且这个进出口贸易嘛 都是我们华人这个这个最熟悉的一个领域 是吧 对海工报官 我们也是这个属于政府 也可以说是有政府的这种 regulation 这种层次在里面的 是 他是在不管在这个还是被别人看起来还是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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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错 所以我们就把这块挖掘出来了 然后呢就是进行一个宣传跟推广 是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这个这个华人啊 就是说帮助他们在更短的时间之内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刚刚也讲了就是说什么样人适合 当然你读了大学也很好 但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要是公民 没有读大学的学弟也没有关系的 这样像Roy他之前他是先进曝光函 然后再拿到这个执照的 是刚刚也听到了 所以所以就是说呢也并不是一定要有这个执照才能进这个包裹行 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你如果说有点的基础或有点的人脉 是吧 也是可以先进去 但是呢就是说 呃 这比较困难 嗯 因为你凭什么进去 你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 是吧 所以那就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拿一个执照的话 人家会更看重你 对 他就是step stone 就有这样一个心 对 那第一个人家看重你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做起来可能更有信心 也真的比较顺手了 嗯 对的对的 就是呃 就是刚开始如果你没有这个执照呢 那你可能就是从最最基础最简单的 然后开始慢慢积累 那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 就是经验越丰富啊 就是就是工作时间更惨 那你就是越值钱我们说的 是 就是很多行业可能淘汰率会比较大 就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 是 但是这个行业呢 你会发现就是你工作经历越久 然后我们都会叫那些工作几十年的那些 包括是就是行走的字典 他们就是身上懂得非常非常多 是 就是做的年龄越大 可能就反而更吃香的一个行业 更是饱了 对更是饱 对 对 公司会就是更更器重 对 对 所以这个行业就是很吸引人 可能这也是一点哦 那么真正吸引到你的是什么呢 嗯 吸引到我的 嗯哼 就是呃 首先他是一个比较呃 就是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然后他每天都在更新 那我会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 嗯哼 就是呃 就像我们目前的海关法律 其实是每年都在变 税率也是每年都在变 你要跟着那个节奏走 嗯哼 对 那会不会很辛苦呢 这样 嗯 会 有 会辛苦 但是我们说痛病快乐 可能就是你在呃 学习 然后你就呃 你就会更新自己 你会就是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 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对不对 呃 多少都会有一点 对 我想问你一下 稍微 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讲一讲 就是说你每天一天的工作内容 是 是什么样 这很重要 一早上过来 请多杯咖啡 放在那边 先喝个半个小时 还是去设计这个工作的内容 一天到晚 大概 也是怎么样 这是老师 就是老师 他关心 其实就是呃 办公室工作 然后早晨呢 你你可能更多的就是查搜邮件 查搜邮件 然后你要呃 看看今天 就是有多少货要进来 那需要跟客户沟通 需要跟海关沟通 那呃 也会需要跟货带沟通 嗯 就是呃 多方面的沟通吧 嗯 那那就是呃 除了沟通之外呢 那很多也是paperwork 就是你要向海关申报 是 对对 你要申报 然后如果货之间出了任何问题 那呃 我们都是要多方协调 嗯 然后就是到最终放火 这样子 是 嗯 那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对你来讲 现在来讲是蛮轻松的了 就做久了就习惯了 是 会不会刚刚去的人哦 会不会觉得呃 很挫折或是就离开了呢 有没有人这样子的 嗯 就是循序渐进吧 就是新人的话都是有前辈在带着 哦 然后有不懂也可以问啊 问善 善事 问经理 是 大家也是会互相帮忙 那么这个英文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呃 英文是需要的 就是因为你毕竟你要跟海关沟通 那是 你要打电话给客户 嗯 对 那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说 你从事这个行业以来啊 碰到的比较特殊的案例呢 呃 比较特殊的案例啊 嗯 这个行业呢 其实对时间要求还是蛮蛮多的 就是 呃 就是时间很关键 因为呃 很多我们有些货是要去那个fashion show 那这票货呢 那比如说 模特就是要带这个 穿这个衣服啊 嗯 穿这个首饰啊 那他如果有些在物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呃 问题 耽搁 对 对耽搁 那现在他们就要有有展会就要开始了 那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你怎么放货呢 呃 对吧 呃 就是 有时候我们也要想办法怎么解决timing是很关键的 所以这个这个真的很有挑战性啊 也蛮有压力的是不是啊 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亲自跑去海关 哦 就是去海关啊 就是跟海关官员交涉啊 是 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模特在走呢 哦 对吧 那会不会你们亲自出马会比较好一点 呃 就是呃 沟通方面 然后因为我们亲自过去我们会带相关的文件 然后跟海关解释情况那对也会有点帮助有帮助的啊 对平时其实平时 亲自说现在平时的曝光都是电子曝光 是 就是我们像你 所以你们是跟海关没有什么这种联系的可以这么说 一般如果一线文件都准备好 是吧 就不需要了啊 对 就在通过电脑来传递所有的这个信息 啊 啊 海关跟那个是不是有有一个我们有一个系统吗 是吧 这个 嗯 对 因为海我们做海关曝光呢都是有个系统软件的 嗯 就是啊 大多数都是电子申报 就是啊 根据那些啊 commercial Inments 然后我们来申报这个税率 嗯 对 就是极个别我们需要manually submit 就是我们需要通过Messenger 我们本能过去 是 来解决就特别紧急的时候 平时呢 基本上就是在办公室电子 就是电子申报 然后需要的话打电话就这样 是 嗯 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是专业的人 哦 如果如果真的碰到这个紧急状况去的话 他们比较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怎么去谈 是不是 啊 对 对 因为啊 这种状况呢 就是偶尔都会有发生 是 就是我们会知道 怎么去处理 更好的处理这个 是 其实我刚刚听到了 跟这个小周啊 跟Ken在谈话的时候 听到了一件事 我就特别开心 也特别窝心啊 就是说 小周也想说 哦 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的公司一直就问我说 要不要肯 肯为有没有人 可以介绍到这边来啊 来工作 那表示说 肯为已经打下这个知名度了啊 大家蛮信任的 那还有就是你们师兄姐弟之间呢 好像常常联络也互相提息 是不是 那肯定是会有的 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上班的公司呢 就是也有两个同学 也是就是从肯为出来的 也是很优秀的 是 对 在我们公司呢 就是评价也蛮高 所以人事部啊 经理啊 在招聘方面就会 事先问我 你有没有学生可以推荐 然后 对 是 你的感想呢 听到这样 是不是特别开心 我听到 这个 肯定 特别开心了 是 然后 就是这个 这个是 肉依说的 就是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 很多报官行啊 就特别喜欢 喜欢我们的学生出来 我们有 他没有打电话过来 跟我们说的 是 他说经常像我们要人 我们经常是 没有人给他 那 有几个原因啊 一个就是说呢 一个原因就是说 我们像肉依 还有其他的同学 他们经过个系统的培训 是 他好像景德镇的 这个胚胎一样的 就是已经打磨得非常好了 是 然后呢 这批人叫过来 公司叫过来之后啊 因为每个公司的 这个文化不一样 操作流程不一样 是 如果这个公司请一个 已经成熟的一个曝光师 打底帮过来的话 他可能做法跟公司本身的做法 还是有出入的 但是很快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请我们的一些学生过去呢 他就是 这个就稍微帮他培训一下 完全按照公司的这个做法来做 是 而且这批 这批学生 他们有个系统的这样一个培训 通过这个考试 已经证明了他们的这个能力 是 所以这批学生过去就很好用 很好用 所以我们这个reputation在业内 曝光这方面非常好的 哇 我觉得要加油 培养更多的人 看人都不够用 是不是 那是不是我们其实我们华人 尤其经过这样培训 第一个他有了基础 很好的基础 起点就很好了 是不是我们的这些学生的工作 也特别认真呢 对的 其实就是华人呢 就是也就是比较勤劳 也很努力很善进 是 所以在学习方面都是非常快的 就是通过培训呢 他们就很 就是刚才肯哥说的也很对 就是大公司呢 他们可能在招聘方面 也会是想要找一个比较系统的 就是 就一张白纸 那可能就会比较好的来 就是培训成一个自己想要的一个人选 是 对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肯哥你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能够知道说真的客户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人选 一个工作人员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公司联系我们的时候 基本上我都会跟他们有一个系统的沟通 是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公司用人是需要怎么样的人 因为我本人是在行业里面出来的 所以就是对这块行业就特别懂 然后呢 我基本上就是为找客人 找学生的时候 我们量身定制给他找一些我们的我们的这个这个学生过去 但也有些公司 比如说我们一些物流公司过来请人 他只需要个做物流的 啊 这也有 是 也有这样子 所以啊 对这个物流公司本身 还有曝光罕 他们本身的对人人士的需求的了解 其实非常重要的 是 然后我们在 看我们的培训课程的时候 我们会做相对应的调整 相对应的调整 以这个调整的是通过一些讲座 或者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 是 然后来进行一种补充 是 那么我们听到这 我们也觉得蛮欣慰的 我们 我一直都讲 就是说现在的移民真的很有福气 或现在在这边就学的年轻人也真的 就是说有一个像这个民航中的灯塔一样 在那边照亮大家 你可以找到这个灯塔 然后你就找到自己的路 是不是啊 是的 是这样子 我觉得 缺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 就是特别的勤奋 特别聪明 缺的就是一个 有一个人去旁边就是说 做个规划 然后做个push 然后这个是 然后给他一些比较正的能量 是 然后我们请一些业力优秀的人才 对 有热心帮助化的人才出来 是 我们今天谈的是报官 我们知道肯为在报官这边已经 这个占了一席之地 很重要的位置 现在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会给你要这些方面的人 但是我们肯为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培训 是不是 对 是这样子 我们在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说呢 怎么样就是帮助这个华人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 实现这个美国梦 是 就这样一个大的一个mission下面呢 我们其实开发了一系列的课程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呢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总共呢 每个人过来说 来 你过来学报官吧 对 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 是吧 我们就是希望根据每个人的量身定制 就是肯为呢 在过去十年已经开发出来一系列的其他课程 比如说有些人是会计背景的 我们就给他推 我们给他设计一个会计方面的职业规划 是 如果是老师背景对教育感兴趣的 那就我们会教他怎么样通过 这个考取助教成为老师这条路 那或者说如果是对这个 想自己创业的啊 有这个热情的 那可以就是我们推荐电商 呃传业或者说开幼儿园 嗯 还有呢 我们有如果在国内是中国是护士的 嗯 就可以通过这个认证跟培训 是 在美国就不需要在护士上护士课程了 对 就可以直接拿到注册护士的这个 就这样蛮多的 我们有很多相关的课程 都可以帮助到华人 在美国的注册护士 其实收入也蛮好的 收入非常好 对 平均纽约的培计年纪差不多的七八万 对 所以真的也是很好的 就是说有各种的门路 就是要适合各种人 同时我们上次也谈过 我们有一个讲座是不是 对 上个星期 对我们有一个 上个星期我们有个讲座 关于那个 这个星期明天 对 就是明天 就是明天 对 还是你的记忆比我好 提醒我了 我们就是明天 早上 十点钟 我们会有这个 怎么样成为功效老师 是 这样的一个讲座 所以欢迎对成为老师 助教教育行业感兴趣的妈妈们 还有朋友们可以过来参加 我们到时候会请功效老师过现场分享 也会有位成功进入到功效的一位同学 过来讲解他的这个成功之路 是 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我们肯为空间 就是3657main street 在香港超市过来一点点 二楼 二楼就肯为 是 都应该不需要事先报名 你就可以直接过来了 可以不报名 但最好我们建议报名一下 有时候这个位置还是 觉得比较火爆的 是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7183213322 如果对明天的这个助教老师的这个职业录 感兴趣的 那可以欢迎大家过来 我们是免费的 给所有的朋友们 同样今天对今天的topic 就是关于这个税务这块 如果有具体的实物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到时候我们可以推荐包括师 也呢 Zoe这边呢 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是 好的 最后我希望Zoe呢 给我们建议一下 以你是一个肯为的学生 现在这么有成就 又愿意帮助人 你建议一下大家 刚开始进来应该怎么做 刚开始进来呢 就是 首先呢 你要 就是上肯为培训 这个是需要的 是 就是你首先你要有个职业规划 那同时呢 你要就是先培训考试 然后同时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你可以从 不一定要进曝光行 你可以进个货代公司 物流公司 那慢慢的接触这个行业 是 看你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行业 因为喜欢是很重要 是 你喜欢你才有动力去学 然后去考试 因为这考试是蛮花时间 而且也是蛮花精力的 是 对 然后喜欢的话 你就会慢慢慢慢往下走 是 然后通过考试 然后就是 也就是可以 跟肯哥交流一下 就是怎样 就是寻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 方向的一个职业 是 那现在这个曝光啊 也好物流也好 也蛮需要人的 是不是 一直都有在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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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的机会啊 不要说你找不到工作 对 很多机会现在 对 我觉得柔宜这个建议 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恳切 也非常实在 对不对啊 非常谢谢你 肯哥今天带来这个 这么漂亮的女人 我觉得她是内外兼备的啊 就是也很有智慧的啊 那么在肯维培训出来 我觉得真的看到 面人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 Zoe 能出来跟大家分享 是 特意是抽出这个 从曝光行上班时间过来的 对